师父你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卢君洪恩师 弟子代表阿尔兰共修祖全体佛友 向师父问以下三个问题 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个 佛经上提到 归原性无二 方便有多门 性指的是明心见性 师父在九侧白化佛法中 也始终提到明心见性 只有明心见性 才是成佛之道 恭请师父开示 怎样做才能快速明心见性 物后起修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有什么快快的方法 马上明心见性 快快的方法嘛 就是要精进 基本上呢 种下什么 那种子下去等到发芽总有一段时间的 快呢 快不了多少 明白了吗 但是你很努力的话呢 可以快一点 明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心里对什么事情都明白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年纪大了 对不对啊 不能去跳远 跳高 不能奔跑 对不对啊 自己身体不好 要爱护身体 这些都是 所以我心里很明白 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不对啊 我年纪这么大 一个老伯伯了 我看见女孩子 我不能起欢喜心的了 否则你一个棺材已经在 一个脚已经在棺材里了 很快的 这个小女孩跑过来 把你另外一个脚也放进去了 听得懂了吗 所以明心就是知道自己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见性是什么呢 见性就是见到你的本性 本性是什么 善良 做人不能害人 要善良 本性是慈悲 碰到什么事情都要 大慈大悲 原谅别人 实际上慈悲就是一个最好的消灾法 因为很多人就是不肯慈悲对方 跟别人斗 然后才会斗出事情来 被人家杀掉 或者被人家怎么样 杀上官司 所以慈悲是什么 这种人为这点钱 算了算了给他 我以后其他地方也赚得到 给他就是赚就赚了 这种垃圾人 以后不跟他合作 你就明心了吗 不行 我给他赚了这么多钱了 对不对呀 想一想啊 你想一想嘛 你如果被他赚了这么多钱 比方说我们在澳大利亚 你被他赚了二十几万 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活在印度尼西亚呢 二十几万 连碗水都买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感恩师傅 斯北开 印度尼西亚的钱太大了 哈哈 啊 一块 我们澳币一块 他等于一万块啊 所以随便拿个一百块澳元的话 我们就是百万不翁啊 哈哈哈哈 嗯 来师傅慈悲开示 问题二 师傅在白话佛法 心不转 静不转中提到 我们本来的心是原明静妙的 恭请师傅开示 什么是原明静妙 如何快速找到原明静妙的本心 师傅可以回答你 但是呢 以后要记住 因为很多人开会呢 他们来的人呢 他们对佛法还是刚刚认识 因为你这个呢 是属于呢 已经是属于至少是高中以上的学科了 有些人 小学刚刚进来 你跑到去 人家一加一刚刚在学了 你说 开根怎么开 对不对啊 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里讲的 你这个是高级班 我要专门对我们的法师啊 对我的学生啊 对一些弟子啊 徒弟啊 修得比较好的人 他们呢 是刚刚进门 你看我刚才讲的 他们愿意听 接下来 请您说说原明静妙给大家听 人家马上站起来就跑了 听得懂吗 原是什么 什么事情做了原容易点 明是什么 什么事情心中要明白 静是什么 要照得见五印皆空 知道自己做什么事情 你今天做出去的事情 你自己要知道 我做了什么事情 空是什么 要明白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的 我们两个小时之后 这里就没人了 这里还有人 还有菩萨在呢 听得懂不了 原明尽空 回答你以后要问这些 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明白了吗 明白 换了他 第三个问题 不过你这个样子啊 胖胖的圆圆融融的 很好 修的不错 很圆融 很圆融 谢谢师父 第三个问题 师父在弟子开示第二册中提到 无声杂念之后 再进一步修 就是无我 等修到无我的时候 再进一步就是无为 那么无我与无为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 对不起师父 这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 以后再跟你回答吧 因为很多人人家都不想听 师父刚才把这个无为用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所有告诉他们 他们法师全部听得懂 他们很多人都听懂了 听得懂吗 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来讲这种学术性的东西 学术性的东西要专门 对不对啊 像你这种修的这么好的人 我以后专门会跟你教 我要让他自己惭愧 听得懂吗 就像我们很多记者一样 哎呦问问题 好像问出来很深哦 让大家都关注他 你是谁啊 Who are you 讲不出来了 我三个问题就全部问完了 我们爱尔兰共修主 一定精进跟随恩师的红法脚步 一门精进修心修行 永不退转 也恭请师父早日利临爱尔兰开法会 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 最后预祝巴弹法会 雅加达法会圆满成功 再次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 你看见 眼睛这么小 有力量吗 这是我刚才讲的 师父好 感恩南无大师大悲 祝福俊男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师大悲祝福俊男的恩师祠父 罗君亨太长 敬尼巴弹岛同修 陈上两个问题 共请尊敬的罗团长 开示 第一个问题 有一种说法是 一些灵性也会来参加一些佛教活动 听经讲法 所以有些人就会突然灵性上升 这样的说法对吗 还有一种说法是 有些人过世之后 如果没上天 也没下去的话 灵魂就会到处飘荡 这种孤魂野鬼将要等到末日来时 此期才会被接走 在佛教来说 这些都算是迷失的方向 请问师父 以上的说法对吗 如果是有这么一回事 那么我们学习心灵法门童修来讲 该如何避免冒犯这些灵性 因为这种灵性那么容易就能附上人家的身体 是否表示这个被伤生的人冒犯了他们 共请师父 慈悲开示 哎呦我的妈呀 他讲话听得我累的了 比他讲得还累 哎呦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算了没办法 看看你们是主人 你们大家想想天天吃着人家的饭 鼓鼓掌鼓励鼓励人家 谢谢师父 哎呦累耶 我的记性也不是太好 我只能第一句是什么 大家开心就在天上 提醒一句就可以了 就是那些灵性会参加一些活家活动 哦知道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灵性啊 他们也要超度 他们也要解脱 为什么很多人家里爸爸妈妈走掉之后呢 为了找法师给他们超度呢 为什么心灵法门要念小房子超度他们呢 就是要救他们 所以我们在开心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跟着边上很开心的 所以他们一看 路太长来开法会了 哎呦这么多菩萨来了 他们也要来撤冷了的 所以他们来了 他们怕我们的 他们不会跑过来导弹我们的 因为他们也是我们过去的亲人 我的妈呀 谢谢师父 那第二个问题说 如果一个从小被人领养 这个孩子被领养之后就跟了养父的姓一早长大 但是亲生父母亲还存在 请问师父 这个人在念经与学小房子的时候 该学哪个姓氏 因为只懂得改名声纹 师父也可以连改姓氏都一起改 一般来说 这个孩子在家族的工业上来讲 会寄生哪一家姓氏的原神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这样的 一般被人家领养的孩子 应该跟着养父母的姓 因为它是灵动性已经有了 虽然你是这个爸爸妈妈养的 但是你的生命已经转体了 是跟着养父母了 所以很多父母亲离婚之后 有的孩子就喜欢跟妈妈姓 实际上要看的 如果虽然爸爸妈妈离婚了 但是实际上这孩子 还是他是他的父亲 如果这个父亲生意做得很大 很有钱 不见各方面很好 就算爸爸妈妈离婚 孩子跟妈妈的话 孩子还是要应该姓爸爸的姓 这样的孩子会很好 如果妈妈很苦的话 你一姓妈妈的姓 你孩子的命就转为苦了 所以你们要懂这些 所以不要去要面子 好像哎呦哎呀 不要去管这个死男人了 他都连妈妈孩子都不要了 就信我的吧 你命运没爸爸好的话 你就得信爸爸 如果你现在这个女的条件非常好 各方面比爸爸好 爸爸沦为一个比方说赌博 或者变成一个很不好很烂的人了 那这个时候你把孩子的姓 马上要转到妈妈姓上来 那么然后呢 念小房子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写经常叫你的名字 他会有灵动性的 所以很多人改了名字之后还不灵 为什么 他要连续叫三个月 就是一百天 他才会出现灵动性 比方说你这里名字改了 很多人叫几天不叫了 这个灵动性就没有了 所以你跟着学小房子 你要点名字写名字的时候 你必须要写你自己 现在经常叫的名字 知道了吗 谢谢师傅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傅 卢台长给我们开示 愿师傅弘法顺利 法体安甘 希望明年师傅再来巴弹岛开法文 广度有言众生 哎呀 你看他多聪明啊 对不对啊 因为我明天还要给大家看图腾 因为很多人的爸爸妈妈走掉 不知道在哪里 自己身上有没有癌症啊 你要排队要检查 你慌死 台长一两秒钟就看到 你们明天可以亲自看见 你们很多人都看看台长 所以像我这种人 如果你们要我到巴弹岛来 我会像你们这么热情 人这么好 那么台长就会经常来 尤其在观音堂 虽然台长不经常来 他们居然给我放了个写字台 还弄个椅子 这是卢台长的座位 你说我不来也得来了 台长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莫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 感恩人恩师慈父 如君洪台长 你又是巴弹岛共修会的啦 是不是啊 他被我的磁场去掉了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 话讲不出来了 英国共修主有以下三个问题 想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是英国共修主的 感恩师父 想吧 问题一 A同修和B同修说话时 B同修的脸一会儿变 一会儿又变 一会儿又模糊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B同修身上有药经者 还是A同修身上有药经者 请师父慈悲开示 因为今天 今年是2016年 是猴年 说不定他是属猴的 所以猴子的脸天天变 开玩笑 跟你开玩笑的 我呢 什么都听得懂 我听人家说A啊B啊 就搞不清楚了啦 我现在不知道A是B 还是B是A了 我只能这么讲 就是说 这个看见他脸变的人 是他本人出问题 而不是那个人变 听得懂吗 那个人的脸没变 是你看的人变 听得懂吗 观世音菩萨没有动 但是你的心有菩萨之后 菩萨给你的加持 你看见菩萨的眼睛会动 是你的心在动 怎么A和B啊 搞一搞不清楚了 对不起师父 问题二 身上有胎记的人 是否一定是天上下来的 是否都是同一层天 还是有不同层的天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的 因为有些人在天上下来的时候呢 他会被天官踢一脚 蹦掉下来 所以他的臀部会有一个字 但是有的人呢 是从出生的时候 那些护士看见他出来了 在他这里啪一下 这块记也会有 不过跟大家真的不是开玩笑 如果你们真的有胎记的人 很多人都是天上下来的 胎记它是长在一个黑点 在自己臀部上的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你看见身上这里有黑字的话 腰上啊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你更要好好修 这种人一般在事业上啊 前途上啊 都会比较有前途的 你现在明白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 问题三 如果自己的孩子 是天上下来的仙女 仙童 而且他们已经是开了天眼 能看见很多天界和灵性 那么身为他们今生的父母 应该如何去培养他们呢 是否应该实时提醒他们 告诉他们说 你是天上来的 你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还是将来孩子长大后 是否让他们尽量避免 以异性接触 保持干净 好让将来能够 更加容易回到天上 这样一来 又会不会动了 这些孩子的人间的因果呢 请师父慈悲该事 感恩师父 你们要原谅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都是从小长在因果的 所以他能够讲这么的英文 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这些孩子都是 英文讲得很好 像我们澳大利亚讲 叫ABC了 就是Australia Bound Chinese ABC了 所以像他们也是的 他们这个英文很好 中文能够讲得这样 台长居然能听懂 很不容易了 没有标点符号的 所以哮喘的人不要听 所以呢 你刚刚这个问题呢 什么问题啊 提一句就好 就是自己的孩子是天上下来的 知道了 知道了 就这样 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天上下来的 一般的有三种情况 第一 很多比较高位置的孩子 如果从天上下来的孩子呢 他呢 是破夫产 很多菩萨下来都是破夫产 他不愿意用从正常的渠道出来 大家听得懂吗 第二种呢 这个孩子出来就很有灵气 从小很聪明 很懂 这个孩子一定跟天上有关系 第三种 这个孩子很慈悲 看见爸爸妈妈杀鸡杀鸭了 所以我不要吃妈妈 他们也很可怜 这孩子天有缘分 听得懂了吗 有慈悲心 所以像这种孩子呢 爸爸妈妈最好对他从小教育 而不是说等他长大了 再管住他 从小就告诉他 孩子你知道吗 你可能是天上下来的 你看天上的菩萨对人多好 天上的菩萨都会对爸爸妈妈很孝顺的 都会不会偷啊 不会抢啊 要懂得怎么样 爱护自己啦 你就跟他讲这些道理 道理讲了多了 听得懂吗 这孩子就知道 我是菩萨 我是天上下来 我跟别人不一样 他有一种自尊情 这种自尊情是善的 是正能量的 所以他慢慢时间长了 这些孩子就容易比较教育好 最好的方法 从小叫他多听 学佛的道理 多去参加那些义工 尤其最好的方法 带孩子去放生 孩子一放生啊 我告诉你 在他幼小的心里啊 他种上一个善果 像莲花一样 因为孩子看见放生之后 妈妈为什么要放 他们很可怜 他们也有家呀 放到海里去 不要杀他们了 杀他们 他们很可怜的 哦他想 哦你想一个孩子 从小懂得慈悲 不杀别人 不去害别人 你说他会害爸爸妈妈吗 他会不孝顺人家吗 他会跟别人作恶吗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从小教育 知道他从小教育 至于他的婚姻 随他去 他如果有缘的 到时候该结婚 还是要结婚 不是说 你因为是天上的仙女 你因为是什么 你就不能结婚 也不行 对不对啊 结了之后不好了 因为天上的人 跟人间的男的 很难婚姻好的 他几次一离婚 他伤心了 他说我不想再结婚了 所以很多人 我不要再结婚 都是天上来的 他永远放弃的 他就天上来的 听得懂了吗 吃点人间苦 他才能修心 师父开始 问题是 请问如果说 已经修心灵法门 有两年了 这两年里的功课和小房子 从来没有一天的间断过 小房子每天也能念三章 自己要经者 基本上每周都有烧送五章 请问 常年下去 是否业障也就跟着 慢慢的消除了呢 那么会不会说 到了某个时候 就比如说 时机成熟 某个恶果的果报来了 那么我们还是会 突然的生恶病 或者遇上意外事件吗 还是说这个恶报 会不会在我们修心 学佛念经的这两年中 已经给还清了呢 业障和恶报 是否要等到时机成熟 缘分到了才会爆发呢 还是会在我们修行 修行的过程中 已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 再还了呢 请师父持悲开示 有八个呢 我帮他数了一下 有八个呢 是这样的 当你在念经 每天在念经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削 自己很多的业障 听得懂吗 每天在削 削到之后呢 比方说你49岁有个结 应该被车子撞死的 这个时候你念经念经 念到49岁的 你还会出车祸 出车祸 有两种 一种汽车撞了烂了 人一点没事 还有一种 汽车烂了 你可能会有些外伤 但是很快就好了 命保住了 这就是看你平时念经 念的努力不努力 所以只要你天天念经 就是天天在削业 这个业虽然到结的时候 还会出来 但是会小很多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现在你明白了呢 明白了师父 师父 我问题问完了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印尼共修主的 性情付出 感恩 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 英国 现在英国也有了 观音堂 英国 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让英国的佛友 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我们英国 共修主一定 好好努力 齐心协力 让更多的英国有缘众生 听闻佛法 离苦得乐 感恩师父 你看看看 在海外 这些孩子 从小学中国文化 懂得信佛 你看多好 对不对啊 还不去酒吧呀 去跳迪士库 去学那些西方人 那些不好的东西 你想想看看 台长现在做的工作 所以要你们帮助啊 你看多好啊 把一个个人都培养出 一个好孩子 一个好的啊 我们学佛人 这样这世界会变得 越来越美好啊 对不对啊 马来西亚呢 问题一 许多佛友 已经开始修行吃素 但在生活中 却需要 煮温食给孩子吃 这是不是 前世的烟结所致 该如何化解 请师父开吃 实际上 自己已经吃素 但是呢 孩子还没有吃素 或者因为家里的影响 或者他不想让 孩子说营养什么 实际上这些呢 还是完全 就是说 自己的业障 还是没有修干净 其实你去医学上来说 一个人 其实素食的营养价值 绝对够了 一个人的生长的 这个元素 所以呢 稍微再吃一点西洋生啊 有时候太累了 或者吃点卵磷子 补补脑子啊 再吃点 这个螺旋枣啊 补补自己的维生素啊 实际上 这些都是可以的 那么你必须要给孩子烧 那么自己吃 那么尽量吃得干净一点 但是也没有什么关系 听得懂吗 当然比人家吃全素呢 当然差一点 但是比那些 吃半素的 或者不吃素的人 那要好很多 所以呢 这有待于自己 对一个事物的理解 和自己的决定 小弟呢 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 师父 问题二 人们带得累世的业障 轮回转次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也在轮回转次中 越解越深 请问师父 在很多的缘分中 我们心若不动 是否能够避开很多的缘分呢 是这样的 很多的妈妈跟孩子 台长在看她的图层当中的 因为妈妈呢 跟孩子跟儿子啊 都是前世 很多都是夫妻了 所以妈妈把儿子生出来之后 爱的了 比自己老公还爱 一生出来之后呢 就跟老公拜拜了 就整天抱着他了 然后呢 整天呢 对他好的不得了 实际上台长看到 就前世一般很多的儿子 就是就夫妻的老公啊 因为上辈子太爱了 所以这辈子呢 就会投他的孩子 像这种情况也好 像很多的投胎 都是缘分所致 实际上投胎 轮回 轮不到很外面的 就是孩子在这块地方 明白了吗 孩子在这块地方 轮回啊 这个失去啊 这死掉啊 再轮回 就是这样 所以搞来搞去都是自己的 那么随着末法时期的到来 跟人的关系呢 变得越来越 你刚刚说是什么 冷淡是吧 就是如果我们心落不动 是不是能够避太阳 是不是他说 如果比方说 很多男的 其实有时候 你说他 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女的 因为他上辈子 他有很多女的 基本上是欠他的 男的欠他 那么他这辈子呢 他变成男的了 实际上很多女 很多男的呢 上辈子欺负他的男的呢 这辈子会变成女的 来还他的债 就会来跟他好 男的有个毛病呢 就是他觉得 哎呦你看 我都有魅力啊 你看我又有人 你看我长得不好看 但是你 灵性来了 所以就会碰到很多问题 比方说 觉得哎呀 我有啊 你看很多人来找我 实际上人家是来还他债的 有的还债很短 跟你的感情最多一个月 但是呢 你趴下抓住他了 哎呦 对他好 两个人越搞越厉害 好了 你又欠这个女的了 下辈子你再变成女人 去还他 大家听得懂吗 作为你来说 如如不动 就说 我不要 我知道 哎呀 人家来找我了 都是上辈子 人家欠我的 我这辈子不要他还了 那我就不欠他了 对不对啊 如果你又去跟他好了 你又还不清了 怨怨相报 何事了啊 所以 碌碌不动 就是说 我知道了 哎呀 哎呀 这是我们前世的缘分 很可惜啊 哎呀 可惜吗 就可惜了 过了吗 就过了 咬咬牙不就过来了吗 你们年轻的时候 哪个人在班级里 没有同学爱过啊 哪个人都被人家爱过的 想想看 可惜不了 小时候 哟 这个人多爱我 对我多好啊 实际上 现在想想 早就忘都忘记了 所以 碌碌不动 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戒 你听得懂了吗 明白 像你这个 天生boy 啊 长得这么好看 人家跑过来喜欢你了 你要碌碌不动 对师傅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 不敢讲了 能够 哦呦能够 话还没讲完 他说能够 那是不可能的 好啦 你前面说什么四十八什么 就是那个 就是当四十八仙的运 可以透过我们学佛而改变 哦 你说四十八仙的运 对 实际上呢 人是这样 他问的问题呢 我就讲给你们听 一个人的命运呢 实际上呢 百分之四十 是你的命 百分之四十 是你的运 还有百分之二十呢 是风水啊 改名字啊 风向啊 这种东西 争承八字 相生相克 这些东西 所以当你百分之四十的命是好的 那么你只要做好事 你很快的 就六十七十八十 那个时候 你就是不改命 不改自己的运 不改风水 你还是百分之八十 是好的 所以你一生是平安的 非常开心 你的命不好四十 那么你就算在人间拼命做好事 所以人家就说了 这个人命这么啊 这个人这么命苦 做了这么多的好事 为什么还不改命啊 因为就算你做了百分之四十 和你那个百分之四十苦命 已经低消了 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改个名字 改个风水 哎 加了你百分之二十 这个时候可以转 听得懂吗 这个二十就比较重要了 所以很多人要根据他的命 然后根据他的运 所以过去人说 命不能动 但是运可以改 所以人家说算命算命 没有说算运算运的 大家听得懂吗 因为运是你自己现在做的 但是改运的话呢 是一年一年改的 比方说我今年做了很多好事 哎 本来应该倒霉的 哎 我今年平平淡淡 好 你这一年改到了 到第二年 你还得做很多好事 你才能再改掉 是这个概念 听得懂了吗 而不能说 我一改就三年 不可能的 一年一年变 等到你三年都是好的 人家再回过头一看 哦 我这个三年 已经把我这三年倒霉的运 改过来了 就这个概念 Do you understand 那师父就是 很多患有重病的佛友 除了坚持我们的心灵法门 许愿念经放生 还有需要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许大愿 自己知道要死了 或者知道自己不能救了 唯一的方法 一个是放生 严寿 还有一个方法 许大愿 许大愿非常重要 因为当你一个大愿许出来之后 菩萨天地会有感应 听得懂吗 相信你了 就像一个小孩子功课做错了 或者家里犯了很大错误了 那个时候除了他补功课之外 爸爸妈妈气死了 还是要骂他或者打他 这个时候这孩子 妈妈爸爸你们放心 我再也不准 我再也不准 我一定要 你相信 否则我不做人了 怎么怎么想 妈妈 好好孩子不要这样了 好好的做吧 好好的怎么样 已经要死了吗 菩萨就怎么样 那师父问题是 全球心灵法门的观音堂 越来越多 请问师父 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好观音堂的气场 那么还有就是 造成共税会气场的不好的原因 又有哪些 有什么是我们弟子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吗 首先观音堂的弟子 要找几个好的经常去的人值班 这种人气场非常好 就是没不贪的 不是在外面上班的 不做生意的 这种人呢 这种阿姨 他就知道念经 他气场很好 那么为什么叫你们经常去观音堂呢 因为观音堂的善气越多 磁场越多 那么偶然的来一两个很倒霉的人 他来拜佛了 也不会影响你观音堂 听得懂吗 如果你今天观音堂里边 来了二十五个人 全是倒霉的 你弄了三个人在那里 添油灯的 你好 过来一个他们 在那里一哭一弄 好了 哎呀怎么怎么弄 好了 你这三个人在边上去撒掉了 气场被他影响了 听得懂吗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都是念经的人 全部都是气场很好 就算来几个气场不好 身体不好 我们把他的气场给盖掉了 因为他本来不开心的来了 听了台长说完了 虽然也听不懂佛法 蛮好玩的吧 笑笑也蛮好 又不要买票 还有饭吃 那就好了 听得懂了 男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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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问题问完了 不讲话了 懂礼貌呀 谢谢师傅 我该讲了 等过了 不能再多讲一遍了 我没听见 男师傅 观世音菩萨感恩过吗 感恩观世音菩萨 男师傅 其实当我听到他感过了 就是要培养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家里脾气怎么会好的呢 就是学佛 你就是要让他们改正 就是要咱们讲 明明讲过的 他没关系 再讲一遍 他这种脾气一好 在家里怎么会吵架 以后接着婚 怎么会跟太太吵架 他学佛 他有耐心了 他忍辱了 就是师傅 就是这么锻炼孩子的 他这样忍辱 他在单位里就能够忍耐老板 对不对 忍耐做生意的人 何气生财 就这么简单了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 感恩释放三世一切祝福菩萨 感恩所有的父父 迪拜共修祖给师父请 迪拜来了 我以为他没赶过来 我以为你本来在澳门到了 我以为你没到 阿弹来的 也来了 他们没来 你来了 迪拜的 迪拜共修祖 两个问题 请师父持拜开始 第一个是同修 为生病的先生 许愿每月放生 但是现在过世了 请问之前许愿的放生 还可以继续 以先生的名义放吗 如果可以 一般放到什么时候 放生不要放了 给他念经 以先生的名义 可以念经 可以把他超度上去 这样的话 就是先生走掉之后 先生的灵魂 会回到他的梦里 告诉他 给他看见 他在哪里 人死了不是没有了 他到哪个道呢 你继续帮他念经 继续超度 他会上去 上去之后 他会到你梦里来 给你看见的呀 有什么习气的 人不会死的呀 人其实 就像做梦一样 你们看 两个手两个脚不动的 对不对呀 但是 你看看 当时 当你做梦的时候 像不像真的 不是这样 所以人死了 只不过这个梦 不行了呀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第二个问题 师父说过 大杯子挂在客厅很好 请问能否挂在 除客厅以外的其他地方 可以呀 比方说客厅最好 那么如果挂在书房啊 干净点的地方都好 反正不要挂在 屋 屋垢很重的地方 明白了吗 大杯子可以挂 心经啊 你们大家听的 心经不要挂 心经是背的念的 因为心经挂了之后 会容易惹灵性 听得懂吗 因为心经是很好 但是它是一种能量 是一种磁场 也是一种钱 很多鬼 看到心经 只要你看着它念念了 它就会来拿 所以大杯子 它是一种挣 人家说挣住这些 不好的气场的一种法宝 明白了吗 明白 感恩师父 问完了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 感恩 十方三生一切祝福菩萨 感恩所有的父法菩萨 感恩所有的 同修 一公同修们 感恩所有的佛友们 我们叠拜 共修主 一定努力 做观世音菩萨妈妈 亲手经验 广度有缘 希望师父 早一点来叠拜 宫法开法会 感谢大家 师父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慈大悲 楼君宏 师父 一直代表 美国叫精三公修者 向师父 Mach 叫精三 到两个问题 请师父 策杯开设 感恩 第一个 同修之前 是修其他的法门 而且在 拜 永远的 师父时 在观世音菩萨 面前 发过诶 跟随 永远的 师父 永不对转 如果 退转 就下地狱 但是后来他越修越不开心 感觉很有压力 然后他入到心灵法门 跟随一段时间修习念经 感觉很好 而且越修越开心 很想拜师 但是怕这个誓言会累财长悲业 请问师父他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很简单 他过去修其他法门的许过的愿 对不对 那么在你没有转换其他法门之前 你必须要实践 否则的话后法生会惩罚 如果他现在改修心灵法门了 就好好跟观世音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请您慈悲 过去我修什么法门 现在呢我修心灵法门了 听得懂吗 然后呢说我愿意怎么样重新许愿 那么过去这个愿就没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 就像签证一样的Visa一样 你这个Visa过去是四五期的 后来重新学生签证 后来改了一个四五期工作签证之后 那么学生签证所有的条例全部不算了 就开始工作签证的条例生效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们听得懂吗 就是说你没有另外的法门 你就前面的愿力 你许过的你必须执行 否则你会倒霉的 因为现在修心的法门了 那你就可以用新的法门来 就是说来严格要求自己 其他法门就没关系了 许过的愿就可以说 跟菩萨说 哎呀我现在不要再去谈 我过去讲错了 我没有如愿 去菩萨原谅啊 不要去讲了 菩萨都知道 明白了吗 第二个问题 师父说过 一个人的选择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没有智慧 今生能闻到佛法 已是已经是极大的佛报 请问我们怎么能知道 或者如何判断自己的 做出的选择是否正确 我怎么听到你什么袜子啊 骰子啊 什么什么袜子都出来了 搞不懂啊 请问我们怎么能知道画者 如何判断自己 你看又是袜子 什么叫画子了 或是能判断自己做出的选择是否正确 让我们不走弯路错路 全是自己的灰灭 不走弯路错路最主要的要精进 一个人要努力 他就不会走弯路 你既然找到这条路就好好的开 开车听得懂吗 你今天看看 你知道我们开车都有个毛病 看看这条 这条路 从边上也可以走的 试试看吧 我从边上开开看 一开开过去 找不到路了 绕了半天 绕出来 原来还是这条路啊 这就弯路了 找到自己路 好好的修 就照着这样修 不要东看西看 这样你就不会走弯路 挖直 听得懂吗 好的 感恩师傅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傅 师傅此备开设 如舒服法体安康 常住在世 舒服啊 舒服 舒服他说 常住在世带领我们 将心灵法门 将观世音菩萨法门 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也最希望 师傅能够尽快 在魏林三番社 好几年没来了 我已经好几年没来了 我最喜欢的是 我最希望的是 师傅能够尽快 到巴西去 因为巴西的人真是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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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嗯 嗯 嗯 那边的人 很苦 很苦 嗯 我希望 嗯 师傅在救 好 你带路 我跟着你跑 我已经去过了 我去了几次了 我也发过资料 当个报纸 啊 你很努力 好孩子 有这个心就好 好吧 要看机缘 机缘成熟 他们有人像迪拜呀 像独拜呀 他们现在机缘成熟了 他们就可以慢慢的 因为我上次到马来西亚去 马来西亚去开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 碰到了那个独拜的一个 他们那个管宗教的一个宗教局的一个 一个一个官员 他见了台长之后 他到迪拜去跟华林介绍 说心灵法门 所以他们才是这样的 你看看看 多好啊 对啊 所以以后还能再 因为独拜他没有庙的了 台长还以后想在他们那里造个庙呢 多元文化嘛 我一定会努力的 你好好努力 如果你想让心灵法门传播到巴西 你就好好地努力 听得懂吗 我一定会的 你一定会的 最后我有一个profit things 想问问你好吧 好 Let me give you some fatherly advice 你可以少吃点吗 太胖了 听得懂吗 因为太胖的人念念经就要睡着了 真的 听得懂吗 你说是不是了 我不敢和上眼睛念经 因为你一和上眼睛 很多人就这样一胖念经 睡着了 睡着一醒醒过来 念大悲祝还心灵啊 会的 对的 但是睡觉也会念经 什么 念经的时候也会念经 也会念经 睡觉的时候也念经 对啊 睡觉时候也念经 那你已经念到心理了 很厉害的 那以后就睡着念吧 感恩师父 好了 师父好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大智大影 不辞辛劳 弘法度重的恩师 感恩 感恩各位前来祝援 护持重法的大法师们 感恩印尼当地心情付出的义工们 感恩马来西亚义工们的大力支持 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我们共同追随恩师弘法的脚步 成就了现在人世间我们殊胜的佛友佛情 谢谢大家 他在做报告呢 好好听啊 弟子在此首先代表 新西兰共修会 全体佛友佛子 给恩师拜年 祝恩师法体安康九住世间 弘法顺利 今天借此机会 新西兰共修会 共有两个问题 请恩师慈悲开示 那是我们新西兰的 第一个问题 西方国家圣诞新年都习惯送瓶酒作为礼品 对于不饮酒的学佛人 如果把这些收到的红酒在网上卖出去 或者送给别人 都会有业障吗 如果有 那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酒 还有 在饭店吃饭 比如大家举杯敬酒 我们学佛人用饮料敬酒随礼 对方因我们住酒随礼而喝了酒 我们会不会也有业障呢 首先 比方说 因为这个都是数量的问题 量变到质变 偶然的人家给你送点酒 就几瓶嘛 你网上如果卖出去的话 你换点钱 放放生 很好啊 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又不是天天送你酒 对不对啊 那你就变成网上开商店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比方说 你敬酒 跟人家有益 你拿个饮料 那么对方喝酒 因为对方这个人 他本来就不一定休的 他喝酒的时候呢 他是他自己一切都是由他自己的 并不是代表你敬他的酒 他喝了就是你的业障 应该不是这样 因为他本身已经喝酒了 并不是你逼着他喝酒 你叫他 如果你是拿着茶杯跟他讲 那你喝酒 我喝茶 那么你有业障 听得懂了吗 谢谢师父 第二个问题 如果经常梦见同修 是不是梦见不一样的人 也代表自己的修为的水平 比如经常梦见好的 修得很好的同修 说明自己最近的境界和他们差不多 梦见修得不太好的同修 是不是也说明自己最近修得不太好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有道理 实际上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当你在梦中都能梦见好的人 实际上你的境界就是高了 如果你能梦见观世音菩萨 那肯定是你跟观世音菩萨比较接近 比方说你们今天能够跟台长接近 整天跟着台长 说明你们都是有修的人 不好好修的人 他怎么会跟着台长出来修呢 对不对呀 所以梦中梦见谁 的确对你是很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说经常跟好朋友在一起 跟修行好的人在一起 你就经常能够梦见他们 所以这个是成正比的 谢谢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我们新西兰共修会 一定更加精进学佛 努力弘法 广度有缘 期待恩师今年11月初 再次驾临新西兰 期待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前来新西兰祝园 再续佛庭 谢谢大家 谢谢师父 谢谢 我们新西兰他们共修主 非常的努力 这位是他是一个非常自身的一个老师了 所以你们看他讲出来的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好好修 来 感恩 那么大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 那么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以及龙天护法 也感恩 那么大师大悲救苦救难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最后也感恩 来自世界各地 来支援印尼法会的 无私付出的 佛友同修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弟子今天代表德州共修主 有三个问题 想请师父开示 他是美国的萨斯州的 现在在美国来讲的那个心灵法门的 那个共修会有几十个呢 每个州都有几乎 所以他们非常努力 这几个问题希望都是小学五年级的问题 六年级 六年级 是 第一个问题是 虽然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 自以为在钱财上一知小心翼翼 但有的时候实际上还是造业了 怎样才能定期和不定期的审视自我 知道是否在钱财上做到了如理如法呢 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呢 从两个方面来管住自己的钱财方面问题 第一呢 从行为上 行为上呢就是说你今天觉得这个钱不应该从我这里走账 不应该我帮你拿着 我没有找三个人签字 那这个呢就要管住自己 经常说我今天这个钱应该不应该拿 就算我帮人家去付了 这个钱这样走方 这个方法对不对 有没有三个人签字 见证 这个是从行为上来讲 这个是从行为上来讲 还有一个方法检验呢是从内心 如果你今天心中觉得 哎呦我这个会犯嫌疑练财嘛 我今天是不是做错了 我有没有好像觉得不大舒服 好像有点拿人家钱一样 那这个呢是心中已经有亏了 实际上这个就是你要开始忏悔了 听得懂吗 但是像这种不会很重 这种问题不是很重 因为你这种是不当心的犯 犯这种戒 有的呢是有益的 我做手脚 我多拿一点钱 我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不一样的概念 好吗 听得懂 很师父 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不少的新佛友 以前修其他的法门 家里设的佛台 共有多位菩萨各种神像 各有菩萨的各种装饰品 还有亡人的照片就共在旁边 现在想共放东方台几位菩萨 都没有地方了 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何能如理如法 把这些佛像请下来 是否需要每一位菩萨和装饰品 都必须念二十一张小房子 才能请下来 还是七七七的方式 另外请下来的佛像 庙里法师 现在也都不接收了 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们应该如何如理如法处理好 感恩师父 像这个情况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家里放亡人 是一定要先醒下来 因为活人不能跟死人 属在一起放在一起 因为你把死人的照片挂在家里 他一定会经常回来 被人家家里闹鬼 就是这么闹的 很多人自己把祖宗也挂在那里 实际上最好的方法 过去说有一个 一个宗室堂 就是说祖宗归祖宗 全部放在一起 如果你家里一定要供祖宗 供自己亡人 你可以另外找个地方 家里大一点 条件好一点 供开 因为有些祖宗已经投人了 有些祖宗可能已经变鬼了 或者到天上去 都有可能 有些还是在望死城里面 或者怎么样 所以这些你不能控制的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所以你只要供着 他就有机会来 他有权力回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他家里条件有限 首先先把亡人先请下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把那些仙啊 神啊 什么呢 就是过去的菩萨呢 他可以 如果有条件 可以分开两个佛台 就是没有条件呢 只能呢 就不请下来 基本上每一位菩萨要念 二十一张小房子 不管他有没有菩萨 因为一般的菩萨不会来 就是有灵性上去 这些灵性你要把他请走 他会不开心 所以你必须念二十一张小房子 然后再七七七 把他再请下来 然后放上我们观音堂的 那么请下来的东西 庙里不收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他红布包好 任何形象的东西 不要竖起来 因为竖起来 他就可以灵性进去 所以很多人不懂的 他家里的亡人照片 一竖起来 灵性就进去了 所以晚上就会 家里有声响 听得懂吗 把他横过来 包好 放在抽屉里面 佛台下面的抽屉里 或者放在一个专门 弄个箱子 也不占这个地方 你就放着 放在一年两年之后 他灵动性完全没的时候 再处理掉 听得懂了吧 听得懂 第三个问题 还有一位佛友 把已经往生的儿子 狗的骨灰都放在家里 请师父慈悲开示 应该念什么经文 把骨灰请出家中 狗的骨灰是吧 还有儿子的 所以很多女人 还把胎盘也放在家里 结果她整天肚子痛 后来最后还查出来 这个子宫肌瘤 加上还有很多的 那个妇科的那个癌症 实际上他们都不懂的 这些灵性已经被你弄死了之后 它的灵魂 它就一直粘住你 所以不能这么做的 所以像这种 骨灰已经是 很倒霉的鹰鹿了 所以不能存在家里了 所以包括狗的东西 都不能存在家里 否则一定会倒霉的 你去看 如果你家里都是放狗的骨灰 都是放人的骨灰 你家就变成殡仪馆了 你一走到殡仪馆 是不是两手手的 不要说殡仪馆 就是museum 就是博物馆 当你走进去之后 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冷啊 都是古代的 都有灵性啊 所以你叫它赶快挖起来 念点小房子 把移走就可以了 好 感恩师父 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感恩 南无大师大碑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弟子谨代表德座共修主 祝师父法铁安康 常住人间 广度有缘 普助亿万众生 谢谢 信灵法门在全世界 有一千多万信众 一千多万 他们都是年轻人占80% 而且都是大学生啊 博士生啊 教授啊 全部都是有文化的 所以像他们这些 全部都是有文化的 所以你们想想看 现在学佛要用心 来帮助人家 要感应啊 不是迷信啊 哎呀 去这个拜拜 哎呀 那个拜拜 搞搞烧烧纸啊 啊 伏击伏击啊 这个都会出事的 要正性 要就是靠着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是最慈悲 最能帮助我们的 所以一定要好好修 一定要正念正修 感恩 感恩大四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祝福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感恩师父 意思代表 意思代表 澳洲 墨尔本公修组 给师父请安 公主恩师 法体安康 永住世间 弘法顺利 广度有缘 墨尔本公修组 今天有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昨晚听师父开示 夜游新生 夜游新转 还有如果你还在吃苦 你上辈子的业障 还没有消 历史的问题是 如果一个人坚定地 用心转业 注重修内心的圆满 力求心部随静转 但是死的时候还在吃苦 请问师父 他内心修得的圆满 能让他正果吗 谢谢师父开示 这个都是大学水准的 对不起师父 是这样的 我只能稍微简单地讲 好吧 只能稍微讲 其实当一个人 一辈子修成之前 他会代业往生 这个业呢 是旧业 绝对不是新业 如果你还在 当时还在做坏事 不能放下土道 立地成佛的 放下土道 立地成佛是指的 你过去做过的坏事 算了 你从此不做了 这个业可以带上 你现在还在做坏事 你是绝对上不了天的 所以你修成正果 你已经心中圆满 但是你还会在人间吃最后的苦 把你的人间的最后的业 削完 谢谢师父开示 第二个问题 随着师父弘法的节奏加快 各地共修组也在组织各种的活动 努力度人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比较精进的同修 曾经对我讲 不知道该怎么去跟随师父 既保证自己念经 同时也尽可能多地 参加各种弘法活动 和白话佛法的学习 如果有的活动参加不了 就感觉掉队了 非常难过 都参加又感觉分配的工作 不能圆满地完成 甚至还耽误了念经 心里也难过 请师父开示 该如何解决统修们的困惑 谢谢师父 是这样的 一般的呢 如果你有条件的 可以跟着师父出来弘法 那当然跟着师父是最好了 有条件 那没有条件的话呢 可以看DVD啊 可以看听录音啊 这种都可以 在家里也可以念经 出来之后呢 自己做义工的话 一边做义工一边念经啊 不会掉队了嘛 那实际上呢 能够多听师父讲的人 他就会进步 我们澳大利亚有一个 我的学生是一个西人 他是个精神科医生 他跟我学 他是过去是每 每一年要三次 三个月 他就要飞美国一次 他说我只要不到美国 那些精神科的那些 医生和专家 跟他们探讨研究 我回到澳大利亚 我就很快就觉得自己掉队了 因为他们翻得特别快 就他们进步啊 Developing特别快 明白吗 所以呢 你们跟着师父 我不停地把新的 一种佛的理念 告诉你们 你们当然会进步快了 你如果老不听师父的东西 你很快就会掉队了 你单单靠念经 靠学佛 你不懂道理的话 你以后上不了天的 实际上单单靠念经 只是一个方法呀 他要靠你的智慧呀 佛法讲了49年的佛法 就是讲的佛的智慧呀 你一个人学佛学到最后没智慧 你怎么能成菩萨 难道菩萨就会念经吗 菩萨多有智慧呀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父 那么对于共修祖而言 各项工作又很自然的都去找这些同修 因为他们既发心又有一定的能力 请问师父 共修祖在组织工作中 该如何既不耽误弘法 又不断地培养新人增加凝聚力 谢谢师父 就是好好的努力呀 一边度人 一边增加自己能量 这是我刚刚说的 增加自己的磁场 不要被人家吸引去 然后呢 用自己好的磁场 去感应别人 消掉别人坏的磁场 今天 只要有几个身体不好的人 有几个不开心的人 坐在我们里边 我们这么多人都这么开心 他开始就算笑不出来 他最后他也笑得出来了 听得懂不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等到现在 大家都很开心 眼睛灯得很大 一个都没走啊 因为等着吃宵夜啊 谢谢师父开始 第三个问题是 自存经文是不是应该在 保证足够的功课 和小房子的基础上再念 对 自存经文就是储蓄 你家里还有钱要花 你家里房子漏了 水管坏了 你家还没修好呢 你把钱全存起来 你的水管继续让它漏啊 听得懂了 就是说念经 先要把叶削了 你才能有储存呢 叶削不掉 你储存起来有什么用啊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么具体来讲 比如说心经 平时功课 如果每天49遍 那么自修的心经 那个小版的272遍的版本 每周最多能够稍几张 就是自存经文啊 自存经文也是 逢年过节的时候 多少一点 觉得自己身体很不好的时候 稍几张大倍重 觉得自己好像最近头晕晕的 脑子搞不清楚 魂魄不全 多少几张心经 觉得自己最近很亏欠别人 难过得不得了 我怎么对不起他 我怎么 就是多少几张 礼佛大成会文 就这样啊 这个在弦学问答上有 就是说 应该当时是1102遍的 大版的自修经文 有时候最多一周 现在有人小一点 也没关系的 可以多烧几张是吧 小的可以多少几张 谢谢师傅 不要太过头 那这个经文 它就是能够烧的 自修经文的变数 这个章数 和平时的功课有关系吗 没有太大关系 平时功课很少 也可以烧是吗 可以 谢谢师傅 明白了 感恩师傅 问题问完了 那么再一次感恩 关心菩萨悲悯中生 慈悲成全 印尼法会的殊胜因缘 感恩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 垂帘护持 感恩师傅的慈悲教导 感恩法师们 和世界佛友们的助援 感恩印尼共修组的 全体师兄们 谢谢师傅 嗯 好了 好 那么 今天呢 就到这里 正好十点钟 啊 功德圆满 那么希望大家呢 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修心 好吧 那明天呢 如果有时间的 希望多叫一些人去听听 说不定你能够度到他 救人一命 生造 奇迹福陀 让别人开心 自己一定很开心 好好的学佛做人 好好的让自己成为一个人间的救人的灵魂的工程师 让人间拥有更多的莲花 让人间更大家和睦相处 圆融的相处 更懂得怎么样爱世人 爱这个世界 再让这个世界更多的和平 所以台长这次来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念经 让印尼以后不要有更多的地震和灾难 希望你们过得好 希望你们只要你们过得好 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人 每天过得开开心心 发喜充满 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越来越 发喜充满 也感谢所有我们的来宾 还有我们的法师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佛友们的护持 今天呢 似乎有些累了 休息休息 明天下午一点半 跟大家呢 在大会上见面 我们会有几千人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天还会给大家看图腾 让大家知道 自己的父亲啊 自己的过去啊 或者身体啊 都会给大家当场看图腾 非常神奇 你带人来看 看了之后呢 他们知道了 知道了 他们相信了 相信了之后 他们念经了 以后印尼到处都能念经 你们相信师父 保证不会有过去那种不好的事情在发生 你们好好念经 也是避应自己的孩子啊 想一想 我们的孩子 以后就算我们走了 我们总不见得 让自己孩子再在人间吃苦吧 所以我们现在好好念经 让孩子也孝顺我们 让孩子也能以后避开很多的灾难 那我们是最大的啊 这个收获者 所以好好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好好的救人 让我们在这个印尼的巴旦岛 全印尼充满了佛的阳光 谢谢大家 祝大家万事顺意 新年愉快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红抬角